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头来发起不进莱猪的运动 我也特别呼吁中央政府 全国大家一起来做 让沿头管理能够百分之百确定 莱猪不进来的行动 好 回到现场 市长 这个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 对这个莱猪的管制 或是进口议题上 虽然有南辕北侧的不同的思考了 那我觉得中央政府 这样的部分应该做进一步的沟通跟协调 那聊一聊新北市 最近的相关的公开资讯揭露 包括市长您跟一些业者说 守护新北不进莱猪 包括宣誓也请业者 来做一个共同的联署 那市长你在脸书上面也提到说 拒绝莱猪源头控管 新北市18家肉品输入业者 共同宣誓不进莱猪 OK 事务又回到 我们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点 用好心肠来做好香肠 做几个好的食品业者 我们尽量拿消费这把关 这个我们觉得不要吃太多 还是尽量不要吃的东西 我们不要把它放在里面 那天我记得访问那个是谁 不是戴相宜 过去新北市议员一个女生 他也提到说市长您在这议题上面 有很多您作为一个 豬肉店大小孩的一些 很特殊的情感跟见解 来听听市长 这方面您的坚持 以及整个政策的规划 我对猪从小感情深厚 因为我们家养过猪也卖过猪肉 我也到菜市场 或是到低调 以前叫做猪肇 去看过整个父母亲的杀猪的情形 所以整个养猪的系列 其实我从小都跟他们连接在一起 我平安讲一句话 我们的家庭 以前一贫煮喜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因为卖猪肉 养我们孩子们 有机会能够求学 所以我对猪的感情 是一个以恩人来看 恩人的角度看待它 尤其对国产 的台湾猪 那今天台湾猪 面临了一个很大一个瓶颈 萊猪要进来 因为萊猪跟台湾猪完全是不一样 因为萊猪有瘦肉精的疑虑 大家想想看 一个牛肉面店 它还不是卖猪 牛肉面店 不是我们台湾的主食 我们台湾不是吃牛肉的 都吃豬肉的 他只要谈到瘦肉精 就快要说我没有瘦肉精 所以这表示你看一般的店头 小店家就很怕被瘦肉精 天堂表情 走得要死 他一定会不会出你了 我到小吃店去吃 那个卖猪肉里面 什么黑白切的 在买盘化出来的骨头肉的 都没有说 市长我这里人都买不出力了 人家说我有瘦肉精 我有瘦肉精 一定应用对我有什么 所以这些小店他们余利 这些小店的余利 也是消费者的余利 所以就怕吃掉了 所以这些健康风险的余利 完全没有消失 小店怕去买到 你也怕 所以这些余利没有 那好 原来医药要实施 当然 我一直跟蔡政府说 不要一直罵 但我看不可能 实在必行 没关系 你既然实在必行 那大家一起努力 把源头管理好 我是当刑警的 我们刑警以前在查案 也许我这样的比喻不好 把它比喻成毒品不好 但是其实方法是一致的 你老是抓那个小盘 中盘有用吗 最后你抓到大盘也没用 抓到大盘也没用 你抓那个左酯不要进来就没事 对不对 我讲话很实在 所以你的源头只要管理好 标示清楚 大家有一个目标跟方向 大家就安心 你不可以查到架工厂 或是到小吃店 不是说不可以查 那个实在是效果唯无其微 要从丁头开始 对嘛 甚至我那时候 我们的肉品业者 我鼓励他们不进来 是因为他们自己也觉得说 我就弄国产租就好 或是其他的租就好了 我干嘛一定要进来租 其他国家也没有来租了 不是说外国都有来租 没有啊 是 那我干嘛要进来租 我这被污名化以后 我卖不出击 我更惨 是 所以他们自己主动说 我们不进来租 所以把这个串起来 是 那其实这是对的 那包括未来国外是哪些要进来租的 政府要派人去查 后号 厂号 那你进来以后 进来以后你的源头管理 其实很简单 ok 你在实财登录里面 你批个专期 你进来以后就标示 我进来的这个是不是来租 或是不是来租 我来租的后号是几号到几号 然后我卖给哪一个下游工厂 是谁 一清二楚 一清二楚 你让我们查的人也清楚 那我主要先源头才查你 对后号 有几百 就很清澈 那你下游 我就一个适之型的 我就可以掌握 那今天新北市做了 我也其他各县市 大家一起来做 中央带头来做 那这样一个做好的 你规划是不是要跟中央说 我给你抢肚 没错 我不做这种事情 因为我觉得 这是我过往经验 我们要这样做 然后你把SOP标准作业流程 中央一起做 你弄出来 我大家到底在哪里做 ok 是 我一直讲说 来自不尽校园 没有错 你要中央也支持 来自不尽校园 我说很好 那你不是来自不尽校园 这一句话而已 你的严格标准要定要多远 火人不会去冒这个风险 所以我跟 团山业者 自立午餐业者 我都讲过 你我抓到 严重我就给你解约 永不再跟你续约 大家就是要有压力了 所以这些做法 其实大家应该要更有一致性 更严格去看待这个事情 那你中央如果能够提出来不是更好吗 然后也许我们可以规定 我们大家最 因为这个来客都把 大家一律式 老人 孕妇 小朋友 小朋友 有心血管疾病 交管神经的这些问题 所以大家担心吃到 会有这个健康的伤害 所以这些机关像医院 产肉护理支架 一般护理支架 阿良基控 你整天不可以买 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 那这个是 政府可以做得到的 既然有健康风险 余力先把替主架 人家不可以吃 要保护好 中央应该把这SOP 定得很清楚 人头管理好 然后下来是哪些单位 绝对不准吃 然后整个四肢状的管理 公共警测 地方 人力污率怎么查 市长 你这些说法在行政院会 有没有跟书院长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其实我多次表达 不管在媒体上也好 不管在私下也好 我觉得很多事情不是 包括私下 很多事情不一定要去公开 我没有要跟谁公开唱反调 我只是希望 我一次跟猪有感情的 我们希望最终 国人的健康是无价的 不管在什么场合 只有我碰到 政府关联很多 我经常碰到 我也讲 包括部长 主委等等 其实这些才是 这些才是最重要执行的关联 每天我都在讲 我们各级处首长也经常有机会 跟他们开会 也可以讲 今天我希望中央 他说明天要去谈SOP 我需要把SOP定得更严谨 更拓彻 让大家来好好执行 大家来好好执行 当然不要这么好 我看也不可能 我们就这样做 不进来 目前看起来似乎不可行 只好做好末端的 相关必要的管理 特别是站在 对这些老百姓健康的议题上面 这一题我还是老话一句 我相信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民同胞朋友们 在食安跟国安之间 我们一定可以帮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个人 我们的城市买一份平安保险 大家努力把焦点 对在必要的议题上面 好好沟通 好好合作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